啊 很真 很真 今天燕薇來到Pixel 大樓 這棟大樓提供不同媒體領域的創作者設施 與一個共用空間 燕薇要找尋的虛擬實境體驗設計師 就在裡頭 Roy 邱永凱自2015年 就開始在新加坡推廣虛擬實境體驗 他成立的 Ignite VR 公司 曾經營新加坡第一家虛擬實境遊樂場 現在邱永凱將公司重心 放在為不同客戶設計虛擬實境體驗 將這項科技的應用拓展到遊戲以外的 教育和醫療領域 今天燕薇就要來向永凱 了解設計虛擬實境遊戲需要注意些什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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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我們的設計師 你好 所以你可以告訴我們平常你在這裡會做些什麼嗎 在虛擬實境的體驗裡面有三個很大的東西 我們都focus on 第一個就是視覺 就是用這些頭盔啊 看得到裡面的東西就是 這些視覺的東西我們做的最大的一個部分之一 然後除了之外我們還是有做一些聽覺的東西 一些音響啊那些東西 一個東西是很少人做的就是觸感 就是這個我穿的這個東西就是 你們的制服對不對 對對對這就是我們的制服 所以每個人就是穿這個東西 來拯救世界啊 那你要不要告訴我們 這個裝備出了拯救世界它真正的用途是什麼呢 如果你可以看到它這些有 一塊一塊的硬塊 有時它會震動 然後你可以感覺到好像人家打到你啊 還是有一些地震啊那些感覺 會讓你感覺到好像真的在裡面一樣 你想試試看嗎 好啊好啊 好啊就讓你試試一下吧 來 你現在是被觸動的地方是在哪裡嗎 好可以 我感覺 你測試嗎 這邊 對對對 感覺我的先兇 被敵人攻擊了一下 這邊呢 哦 我感覺我左手 左手好像被敵人抓住了 對對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感覺我們有時要做到了 所以有時你看不到的地方 可是突然有一個人動的到你 就是這個一個我們可以設計的一個東西 除了剛才你提到的頭套 還有我身上穿的自身裝備 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讓玩家提升他們的避震度嗎 玩家通常都手上就拿著這個手柄 來玩那些遊戲 所以有時它是槍啊有時是刀 可是這些手柄全部都是一隻 所以他們不管是玩槍玩刀都是用一樣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做一些比較特別的體驗的時候 我們就創造了自己的手柄來讓他們體驗一下 我們就走去看我們怎麼製作這些手柄吧 走吧 來這裡就是我們的創作空間 這是一個大家一起共用的一個地方 這邊就是我們的占地打印機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來創造出一些比較獨特的一個手柄 所以這邊下面你就看到一個是一個感應器 所以它會知道這個手柄是在哪一個地方 我就帶你去看一下我們怎麼設計這些東西 除了需要顧及視覺與暈效的設計 永凱希望透過客製化的道具 讓虛擬實境體驗更加逼真 剛剛我和Roy已經完成設計了這個噴漆罐的噴頭 所以現在我就要進行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按下打印 我們現在就來進行這個很重要的動作 作為一名設計師 當然也要嘗嘗玩一玩當下最流行的VR遊戲 學習新技術 在開始玩虛擬實境遊戲之前 燕威和永凱得先把需要用到的器材設置好 在我的大力協助之下 這個虛擬實境遊戲已經完成了設置 我們現在就請Roy來告訴我們接下來要玩什麼遊戲 接下來我們要玩的遊戲就是叫 Richie's Plank Experience的 這是一個比較受歡迎的一個遊戲之一 首先我們就來給你一下這個手柄 這個就好像你的手一咬在虛擬實境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頭盔 所以你可以把眼鏡戴下來 然後就把它戴上了 我會先把那個Hash Track來放輕一點 OK 所以我要射人嗎 不用不用 所以你走過去 你看到一個電梯嗎 所以就是走進那個電梯 OK 腳先踏出一步 感覺一下那個板的東西 很真 天 啊很真 我不要 天鵝 所以 所以你可以走到完 也可以不用走到完的對嗎 其實我們遊戲到這邊就可以結束了 你可以看下去 然後你一步這樣跳下去 我們在這個遊戲的一個最精彩的一個部分 就是讓人家踏出這個勇煩的一步 有人嗎 看了這集節目 你是不是覺得虛擬實境科技十分酷炫 引人注目呢 至少我是這麼覺得的 這個科技還有許多發展空間 未來應該會有更多像瑞一樣的人出現 將這項科技應用在不同領域 那我們以後就在虛擬實境中見面